你好!欢迎大家收看中国明星的新闻,这就是今天的新闻,终于等到了任嘉伦的新剧,现代剧很接地气,翘首以盼,神仙有益,住戏单为迪丽热巴庆生,好家伙,终于特意等到了任嘉伦的新剧,还是他们这么想的? 真心画好看的现代剧很接地气,期待腾讯六月的大剧单已经基本出炉了,其中就有任嘉伦主演的电视剧。 这是一部特别现代的剧,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可能字面意思是因为要普遍刷新,所以具体没有播出,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既然六月份的片单已经大半都出来了,那我基本相信这部电视剧应该也快播了吧,毕竟特别是《隔壁的你》已经顺利播出了。 会不会,任嘉伦的新剧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落后了? 任嘉伦和杨颖主演的《目光之城》好像已经拿到了发行许可,因为我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想做一个明星,一直在谈论这个,所以我真的没有和观众见面。 实际上很长一段时间。 本来这部电视剧五月份就已经在片单上了,只是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和观众朋友见面,这多半还是挺有意义的。 肯定有几个原因让我非常期待这部电视剧。 首先,任嘉伦的表演非常精彩,多半是比较有意义的。 据了解,在这部电视剧中,他真的一人分饰了四个角色,而且,这四个角色在之前的剧中似乎是特别没有出现过的。 任嘉伦从各方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物,这一点特别重要。 挑战自己的人,他演的角色,不管是服装还是人设,基本上绝对没有重复,特别反常。 任嘉伦在这部电视剧中主要扮演的四个角色分别是学生、编剧、赛车手和普通刑警,或者他们普遍认为的。 每个角色本质上都有一个相当对应的名字,这极大的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和愿望。 我最想看到的角色绝对是刑警,这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 他的所有意图和目的都有一个大背,穿着一件大皮夹克,从字面上看,他的一举一动都充满了绝对重要的气场。 乍一看,他真的很强大。 当然,所有的人物,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应该是他笔下的化身,因为他不愧是一个大编剧,所以他来写人物,而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基本上应该是他自己演的。 不是,他肯定以一种微妙的方式感觉非常有趣。 这有点像戏中戏。 听说任佳伦的新剧即将上映,观众们也在前一幕话中热切期待。 虽然确实有几部大剧接连播出,但基本上真正感兴趣的人似乎很少,或者他们真的这么认为。 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任佳伦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天然好感。 希望能尽快看到他的戏剧。 任佳伦现在总共有三个库存,大部分都是比较可观的。 其中,古装剧类型居多,真正现代剧类型只有目光之城,比较有分量。 特别是,对于这部电视剧的女主角杨颖,更是有着非常多的无形之大的质疑。 她的疑点具体不仅在于绝对孤独的自我欣赏中的画面演绎,缺乏专业性还在于她的演技。 当然,Angela Baby自己还是很有自信的,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相当重要的。 即使面对如此多的吐槽,她一般也没有退圈,一反常态。 接下来的古装剧《相思》还是蛮让人期待的,因为这部剧的女主大部分都是,而且妆容很好看,比较适合她, 不管怎么说,都是很有意义的。 看花絮的一些片段,貌似她确实过得不错,所以对于Angela Baby,我倒是可以多多期待,至少她们是这么想的。 暮色新约马上就要来了,就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任嘉伦和杨颖的表现吧。 另外,任嘉伦好像已经沉淀有一段的时间了,不知道下一部进组什么剧呢? 是不是流水迢迢呢?我们拭目以待吧。 02.神仙友谊,祝旭丹为迪丽热巴庆生,称迪丽热巴是她最爱的女人。 迪丽热巴与祝旭丹的友谊备受瞩目,因为这两位女演员在演艺圈中以其亲密关系而闻名。 6月3日是迪丽热巴的生日,祝旭丹在凌晨时分发微博为她庆生,展现了两人之间的美好友谊。 在祝旭丹的微博中,她表示,我最爱的女人生日快乐。 愿你每天开心,愿你的愿望都能实现,愿我们的旅行提上日程。 这条微博已经发布,便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大家纷纷点赞并留言表示,祝旭丹和迪丽热巴的友谊让人感动和羡慕。 迪丽热巴和祝旭丹的友谊始于演艺圈中的合作。 两人在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首次合作,随后在电影《暴烈无声》中再次携手。 两人之间的默契配合和相互支持为他们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此外,迪丽热巴和祝旭丹还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彼此的生活照片和视频,展现了他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除了合作,迪丽热巴和祝旭丹的友谊也备受瞩目。 他们经常一起参加各种活动和庆典,同框的照片数不胜数。 两人在彼此生日时也会送上祝福,互相关注对方的动态,让人感受到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 迪丽热巴和祝旭丹的神仙友谊备受瞩目,因为他们在演艺圈中展现了一种珍贵的真诚和友好。 两人的友谊不仅是一种情感,更是一种生活方式。 他们相互支持,相互鼓励。 彼此尊重,这些品质在演艺圈中尤为重要。 迪丽热巴和祝旭丹的友谊提醒我们,在这个喧嚣而忙碌的世界中,真诚和友好是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财富。 此外,迪丽热巴和祝旭丹的友谊也具有明星形象的意义。 他们的亲密关系为粉丝们提供了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展现了明星之间的友谊也可以既充满真诚又具有浪漫色彩。 这样的形象不仅吸引了更多的粉丝,也激励了更多的人去追求真诚和友情的价值。 总的来说,迪丽热巴和祝旭丹的友谊备受瞩目,因为他们在演艺圈中展现了一种珍贵的真诚和友好。 养人的友谊提醒我们,在这个喧嚣而忙碌的世界中。 真诚和友好是人与人之间最宝贵的财富。 同时,他们的友谊也为粉丝们提供了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展现了明星之间的真挚友情。 愿每个人都能够拥有这样的友情,让人生更加精彩。 同时,祝愿住许丹事业更上一层楼,在摄影领域取得更大成就。 最后,忠心祝愿两位好友的友情能够长存,早日实现旅行计划,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